设定图片进阶特效 我们再新增了一张大一点的瓢虫的图片进来之后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透明度做一个调整 让它变成一个 秤底的这种感觉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接着呢我们来新增一张 瓢虫的这个照片进来 那我们呢可以点选了这个 改变属性之后 好那我们会看得到 刚刚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些画面 好那这边呢有一个 图片的一个标签 那点选了之后呢 可以看到下面就会出现有些的特效 好例如呢如果 我们要让 这个瓢虫的照片的部分呢变成是一个 黑白的那我们就直接快按两下 那他就有这种黑白的效果 那如果呢我们觉得这个效果不是我们喜欢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卷轴往上拉之后 那点选这个 没有效果 那他就会回复到原来的状况 好 那所有的这个使用的方式都一样 例如像这个默设的部分 也是 可以这样的一个 操作 好 那 回去 这个原本的效果 就是 选择这个 没有效果 这个 好 那 另外我们比较常会用到的呢 是这个 裁切的 这个功能 好 那我们点选了裁切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我们可以利用滑鼠 去 框出我们所需要的范围 好例如我们现在只需要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 那么 框选完毕之后 按下 确定 好 那我会看到 在这个 主画面的部分呢 我们回来看之后 原本大张的照片 就只剩下这个部分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当然 可以 在这个 样子的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去给他一些 边框的这种设定 甚至于这个爱心的这种感觉 通通都可以去做这些设定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 制造出 不同的 这一些 图片的 效果出现 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这张海报呢 就设定成这样子的一个 效果